癌症高发,是吃太多食品添加剂惹的祸,提醒,少碰五种添加剂,你有算过自己一天到底吃下了多少种食品添加剂吗?早上一个小面包,下午一杯奶茶,加点小零食,晚餐一顿外卖,就这样普普通通的一天,很有可能已经吃不下数十种食品添加剂,可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部分食品都是添加了各种各样的添加剂, 不信,你看看手中饮料的配料表,厨房调味品的配料表,或者是某个产品页面的配料表,一,我国癌症高发,是食品添加剂惹的祸,不少人一说到食品添加剂,就下意识地认为这是不好的东西,加上各种自媒体的宣传报道,让大家对食品添加剂更恐慌,甚至有种说法称,中国癌症高发,都是食品添加剂吃太多, 但食品添加剂真的是致癌元凶吗?食品添加剂是指为了改善食品品质,色香味,防腐以及保鲜等加工工艺而添加入食品内的人工合成或天然物质,目前全球货批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约有15000种,我国批准使用的有2300多种, 食品添加剂主要有四大用途,一是为了防止食品腐败变质,添加了防腐剂可以让食物实现远距离运输,长时间保存,享受到口感更为丰富,安全放心的食物。 二是酱油适用焦糖色素调制的,如脱脂乳,但奶油内加入乳化剂,就可以变成口感细腻的冰淇淋。 三是有利于食品加工,如制作豆腐时加入凝固剂,有助于生产机械化、自动化。 四是起到营养强化的作用,如把维生素、铁、新等物质加入到面粉、酱油内,满足不同特殊人群的需求。 食品添加剂并非洪水猛兽,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再一次节目中谈到, 食品添加剂在食品内只要不超范围、不超量使用,就对人体无害,甚至有些还对健康有益处。 如果没有食品添加剂的话,那么现代食品工业也不会存在。 现在不少商家了解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要求更高,于是打出不含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但不添加食品添加剂的食物不见得就更安全,因为空气内的氧气会让食物内的营养成分氧化变质。 微生物也时刻准备抢夺食物内的营养成分,完全不添加食品添加剂的食物, 十分罕见,安全性也无法保证。 二,这是四种常见的厨房调味品都不致癌,别再被骗了, 网络上有不少关于调味品的传言, 有不少我们日常常用的调味品都被列入了致癌的范畴, 然而这真的可信吗? 一,胃精,传言称,胃精加热到100摄氏度后, 会形成有毒的胶骨氨酸钠,该物质还是个致癌物, 长期使用会威胁健康。 胃精,主要成分是骨氨酸钠, 不可否认,骨氨酸钠加热到120摄氏度以上时会形成胶骨氨酸钠, 但胶骨氨酸钠本身无毒无害,只是会让胃精失去本身的鲜味。 而且早在1999年,我国对胃精进行过长期毒理试验, 试验结果与国际标准一致,胃精不会危害身体健康, 是安全的,所谓的胃精可致癌的说法完全没有科学证据。 二,蚝油,和胃精一样,网上广为流传的说法, 也是蚝油加热到100摄氏度时会产生胶骨氨酸钠, 该物质会致癌,但胶骨氨酸钠本身无毒无害, 同样是会让蚝油失去鲜味,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影响, 但蚝油在储存不当的情况下, 的确可能会变质腐败,一旦出现发霉情况, 很可能会产生黄曲霉素, 而黄曲霉素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 长期食用确实会增加身体的患癌风险, 因此蚝油开封后最好放入冰箱里存放, 尽量在三个月内用完。 三,酱油,有说法称酱油是用胶糖色素来注射的, 胶糖色素可能会产生四甲基米座, 而四甲基米座被世卫组织列为了二B类致癌物, 即致癌证据不充分的物质, 但很多人对此还是觉得害怕, 担心酱油会致癌。 实际上,胶糖色素属于合法的添加剂, 且国标对于四甲基米座成分也有明确的规定, 在规定范围内的食用分量不会对健康带来威胁, 对此无需过多担心。 四,大蒜。 大蒜呛锅后会产生丙烯鲜岸成分, 网上的说法称该物质是致癌物, 食用后容易导致身体患癌。 需要明确的是, 丙烯鲜岸是2A类致癌物, 对人类致癌证据尚不充分的物质, 且大蒜呛锅时会产生的丙烯鲜岸量十分有限, 不足以对健康产生威胁。 三,真正要少吃的是这五种食品添加剂。 不可否认, 多数的食品安全事件都和添加剂有关, 尤其是发生了三具情案奶粉, 苏丹红咸鸭蛋以及瘦肉精等事件后, 大家对食品添加剂更是谈之色变, 但这些食品添加剂其实都是不良商家 使用了非法添加的添加剂, 国家也是明令禁止添加的。 日常生活中, 大家真正要避开的是一些允许添加 但过量食用会对健康产生危害的食品添加剂, 尤其是以下这几种购买有关食品时, 不妨多看一眼配料表。 一, 本甲酸。 本甲酸在酸性条件下具有明显的杀菌、 抑菌作用。 多鉴于蜜件、 腌制蔬菜、 调味品以及饮料内。 过量摄入本甲酸可能会导致肝脏积累性中毒, 威胁肝脏健康。 二, 脱氢乙酸钠。 脱氢乙酸钠对霉菌, 酵母菌以及细菌有很好的作用, 还能防腐在饮料、 食品以及饲料等加工业内很常见, 长期摄入脱氢乙酸钠会损伤人的肝。 肾、 大脑以及脾脏健康。 三, 亚酵酸盐。 亚酵酸盐多在熟肉制品内使用, 可起到延长保质期, 增进色泽风味等作用。 但长期摄入大量亚酵酸盐, 会导致血液内的低铁血红蛋白被氧化成高铁血红蛋白, 失去血氧能力, 进而让组织缺氧, 严重的还可能会致死。 四, 含吕蓬松剂。 含吕蓬松剂就是明反, 在油炸面制品, 豆类制品以及烘焙食品里较为常用, 但对于添加量有明确的规定范畴。 烟铝不是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 长期过量摄入会导致思维, 意识以及记忆功能受到干扰, 还可能导致记忆力减退等严重的会引起痴呆。 五, 日落黄。 日落黄是人工合成注射剂, 添加后可让食品的色泽变好看。 在糕点、 饮料以及果冻等食物内很常用, 但摄入过量含有日落黄的食物, 会导致身体过敏、 腹泻, 还可能会对肝脏、 肾脏带来损伤。 食品添加剂并不像大家现象的那么可怕, 在合理合规的使用前提下, 不会给健康带来额外的风险。 食品添加剂并不像人工合成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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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